尋求神呢,无论在教会的里面,无论在聚会的当中,或者在我们自己回到家,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都记得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礼拜日回到教会,我们才说尋求主的话,原来有时都不是很足够,绝对不足够。 记得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继续要尋求主。 今天我们读经是马太福音的二十章,一至到第十六节。 马太福音二十章,一至十六节,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就不是我们平时读的和合本, 所以如果你自己的圣经是和合本的话,你发觉字眼上面有少少的不同。 马太福音第二十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读出来。 这里的记载说,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早出来,故请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 他的工人,讲定了一天的工程,是一个银币。 然后,派他们到葡萄园去,大约九点钟,他游出去,看见还有人,行站在街上。 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赤。 他们就去了,若在正午和下午三点钟,他游出去,也是这样作。 下午五点钟左右,他再出去,看见还有人站着,就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整天站在这里不去作工。 他们回答,没有人用我们。 他说,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 到了黄昏,原主对管工说,把工人叫来,给他们工赤,从最后的开始,到最先来的。 那时下午五点钟才开始作工的人来了,每个人都领到一个银币。 最先作工的人也来了,以为会多得一点,但每个人也是领到一个银币。 他们领到之后,就埋怨家主说, 我们整天在烈日之下努苦,这些后来的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你却给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工赤。 家主回答他们当中的一个说,朋友,我没有亏待你,你我不是说定了一个银币吗? 那你的工赤酒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是我的主意。 难道我不可以照自己的主意,用我的财物吗? 还是因为我仁慈,你就贼道呢? 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今天宣传到和我们讲的题目,是葡萄园的比喻。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再来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很多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由圣灵继续, 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动工, 让我们去领受主你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这样祈祷,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咱们。 顾名思义了,今天的主题是讲葡萄园的比喻, 也是圣经里面,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主题。 讲到葡萄园在犹太人的地方是一点都不陌生, 而且我们可以说葡萄园是很盛产的一种水果。 在巴勒斯坦一带的地方, 其实那里的人,那里有很多的葡萄园, 特别是在,无论是旧约到新约,圣经的年代, 葡萄园都是很普及的。 而在《以创亚书》第61章里面, 我们稍稍知道,原来那些在葡萄园里面工作, 去做修剪,去做栽培那些的员工, 他们都算是一些低下阶层, 就是说他们都是一些贫穷的阶层来的, 他们不是很有钱。 那今时今日,特别在澳洲, 我们说有工作假期, 我都时不时听到一些朋友, 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来到了, 他们来了一年了, 他们很喜欢这里的生活, 想继续多一年, 那他们可以怎么样呢? 那他们就要去一些政府指定的地方, 来打工,去做事, 那拿够那些的钟头,那些的钟数, 那他们就可以再申请多一年的工作假期的签证, 那之前听他们说去一些的农庄里面, 或者是摘生果, 那样都好,都挺好找的, 那但是慢慢又知道, 可能越来越多人知道好找, 去找的时候, 发觉那个计算工价的方法不同了, 以前就是计钟头的, 就是说你怎么做都好, 是短钟计给你, 然后呢,现在不是的, 是计算一揽揽的, 总之我不管你做多久, 你做一天去拿够一揽也好, 还是做十揽也好, 总之你一揽我就给你那个工价, 就是说难做了, 但是呢, 在当时的社会里面, 当你说去摘葡萄, 在葡萄园里面去工作的时候, 这个绝对是一个很低下的工作, 甚至乎在刚刚我们看的圣经, 在当时那个环境, 原来摘葡萄在当时都是一些失业的人, 最抢手的临时工, 而摘葡萄是很重要, 就是在它的雨季之前, 它就在那十几天的时间, 它们就要是收光这些的葡萄, 因为一过了的时候, 在巴勒斯坦一带的地方, 它们都是比较干旱, 比较热, 很容易就会是枯死, 那些的收成就会毫无了, 而在这个比喻里面,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特别可能有一些经文, 当刚刚我们大家一起读的时候, 可能你今天都去看, 譬如说再前的, 再后的就再前, 有时我们会开玩笑, 就说再前的再后, 我再后的就变了再前了, 其实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整个葡萄园的比喻, 神要跟我们讲的, 主耶稣他用这个比喻, 要跟我们讲些什么呢, 很想透过今天, 来到我们一起去分享, 那整个的故事, 一开始的时候很清楚就是, 园主去邀请一些的人, 去到他的葡萄园里面, 去帮他来打工, 那就讲实了, 一天的公价就是一定银子, 一定银子在当时来说, 原来一天的公司, 算是一个很慷慨的回报, 那就由一开始, 天空光超早六点钟的时候, 那主人就已经叫他去找那些的散工, 找那些失业的人, 就找到一大班, 结果就叫了他们在六点钟的时候, 那我们讲好了, 那我和你呢, 你和我做一天, 那假设就是朝六晚六这样, 那做的时候就一定银子, 那到九点的时候呢, 主人就没有说了, 只是说你来打工, 总之做你应该做的事, 到十二点的时候, 总之有人来帮我做事, 到下午三点钟的时候, 甚至去到下午五点钟的时候, 就是说还有一个钟头就收工的了, 都仍然呢, 你来和我打工吧, 那些人都, 好吧, 那都去帮这个主人来到去做事, 那到六点钟的时候, 那就是出粮的时候了, 那在这个时间呢, 我们就见到个问题就来了, 那首先呢, 这个主人很特别的, 他去给工资的时候呢, 他不是去跟回, 由朝早开始, 晨天梦干那么早的时候, 去上班那帮人开始给哦, 他是反其道而行, 他一开始的时候, 是给那个五点钟才来打工的, 就去出粮给他们先, 而且跟他们讲的时候呢, 这一帮其实由九点钟, 以至到到五点钟才加入的人呢, 主人都没有跟他讲实那个价钱的, 只是第一帮在朝早那帮的人才讲, 那你不排除可能, 那些人都道听途说, 那帮人是一定前哦, 那我们进去的时候, 我们都假设是这样啦, 但是看来呢, 如果在那个经文里面, 那个的表达, 就好像那些人不是有这样的预期的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到最后的时候, 那帮的人去到, 跟着他们竟然是最先出粮, 而出的都是一天的工资, 然后三点的, 十二点的, 前面那些人呢, 当去五点钟, 那帮人先出粮的时候, 后面那些应该是早点来的嘛, 那帮人看到, 哇, 都是一定的钱, 然后想, 今次发达啦, 今次肯定是有商量出啦, 他做了一个钟头, 都有我们一天的人工, 说好了一天的人工, 那我到我十二点钟来的, 我九点钟来的, 我六点钟就来的, 我做足十二个钟哦, 哇, 我一定是十二倍工资啦, 他们有这样的想法, 但结果呢, 当主人一路去到, 真的去给的时候, 一路去出粮的时候, 你发觉, 去到那帮, 由最早的, 清神的时候, 去帮他们做事的, 都是给他一天的工价, 不知道呢, 你看完这个的, 的比喻, 如果你真是身在其中, 用今时今日, 我们说有工会, 就是很多东西呢, 勞资, 一些勞资糾纷, 或者勞资关系, 很多时候呢, 我们要的, 当然要签contract啦, 当然要签了一个合同, 你打任何一份工, 你最紧要就是看清楚一个合同, 有些什么不清楚的话, 你就要讲清楚, 现在是这样的嘛, 所以如果在当时的情况, 哇, 我知道这个主人呢, 他真是, 未必是一个, 很有这个的经验, 很懂得, 就是, 去在那些的签合同, 那些合约, 那些劳资关系的处理上边, 他未必很有经验了, 这个主人, 因为, 哇, 他这样的时候, 其实, 不要说第一日, 到第二日的时候, 可能他已经出问题, 有些什么问题呢, 就是那些的, 哇, 五点钟做事的, 喂, 好处啊, 以后五点钟才去, 不用啊, 你睡足, 十一个钟, 到五点钟才去, 都是有一日的人工, 反过来, 没人这么早做事的了, 可能我们会想到, 很多很多的问题, 有些人走青片, 有些人是去偷懒, 但是这个比喻, 这个主人, 他这样来到, 去出粮的时候, 耶稣, 他去讲这个比喻, 为什么会这样讲法呢, 其实呢,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我们知道耶稣呢, 他不是默默然, 就是突然间想了一个比喻就说, 他说每一个比喻, 他每一句说话都有意思, 其实那个的, 就是那个的, 提示呢, 不是在第二十章的里面, 其实我们看前一点,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在第十九章的里面, 有两个的人, 曾经都是去跟耶稣, 去谈过一些, 关于回报的东西, 关于公价的东西, 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呢, 第一个人就是一个年轻的财主, 这个年轻的财主呢, 他很狠切的去到耶稣的里面, 他问耶稣, 他说耶稣, 我究竟怎样才可以赚取到永生, 而耶稣去见到他, 而这个年轻人的确很不简单, 他不单止有钱, 他更加的话, 他从小就已经是守了十戒, 你知道十戒在旧约的群体里面, 是一个非常之重要, 可以说是整个旧约圣经里面的基础, 而十戒的话, 我已经守了十戒, 他说得出这件事, 他就不是下巴轻轻, 而我相信耶稣对他的态度, 他真的都不是下巴轻轻说, 他真的可以是做到一些的事情出来, 但当主耶稣去见到他的时候, 耶稣说了, 就说, 你变了你所有的, 他跟从我, 接着这个年轻人就走了, 然后, 之后, 彼得以至一帮的门徒, 其实他在身边都听着这番的对话, 当他听了这番的对话的时候, 彼得也都不其然的, 来对耶稣说, 耶稣, 其实呢, 我上当初, 我都是有鱼的生意的, 但是呢, 我都放下了所有的东西, 跟随你, 那我们又是不是说, 会得到很多的呢? 彼得呢, 他都忍不住, 他都会问, 耶稣, 我跟从你, 我一直去跟到你, 将来我都一直去跟你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不是都会是, 我们会得到些什么呢? 我们有些什么的回报呢? 那当然呢, 其实耶稣, 他可以是, 就是, 扮了彼得的, 哇, 你现在跟谁说话? 现在我是你的生命的主, 你跟我说条件? 你跟我说要求? 但是耶稣没有这样, 耶稣呢, 听完彼得之后, 的确肯定彼得, 他所付出的, 他肯定他就是说, 是啊, 你真的放下很多, 而, 所以在末后的时候, 我会给你有, 就是, 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回报, 耶稣的确是这样去到, 跟他分享, 当两个人, 一个的财主, 他们想可以为神去做些什么, 去赚取到救恩, 而当门徒听完之后, 也都忍不住去问, 其实我们一路跟从你, 主要我可以得到些什么呢? 当这两班的人, 这两组的人, 来到是去, 和耶稣有这番对话之后, 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 耶稣就讲了这个葡萄园的比喻, 而这个比喻呢, 就正正就是, 哇, 有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时间, 去加入, 去帮这个主人打工, 但是都, 到那天的工作完了之后, 不同时间的人, 他们都得到一样的工资, 所以第一个重点, 在这个比喻的里面, 其实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其实今天我们在神的里面, 我们要跟随神, 你说我去侍奉祂, 我去相信祂, 我每天去依靠神, 去信神, 来到我每天的生活, 其实我和神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一张合约来的呢? 我是和神之间, 我们所做的一切, 是不是因为基于, 一个我和神之间, 讲好了的合约, 我是根据那个合约的要求, 来到去帮神, 去为祂生活, 反过来, 我们的神, 去给我们有恩典, 祂给我们有很多的供应, 但反过来, 是不是因为这个是一张合约, 是不是因为这个的合约, 令到祂, 是呀, 我都不想给的, 不过不给不行, 因为我答应了你, 我一定要按着, 我和你那个协定的要求, 来到去给你的, 是不是这样呢? 现在我们的圣经里面, 我们知道, 神不是这样, 但是一件事很实际的, 就是说, 其实, 这一帮的员工, 是去帮主人打工的这帮员工, 他们的心态, 其实对于我们今时今日,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 人生的真实历程里面, 是一些很真实的写照, 可能这个很有钱的少年官, 他为神, 甚至他已经守着他的律法, 跟着他希望能够是藉着所做的事, 来对他换取到救恩, 门徒他也都是去想的时候, 我已经做了这么多, 他这样, 但我现在放下了, 我是不是真的应该得到这么多? 有时我们真的会有这样的衡量, 有这样去想的, 特别是比德, 我们看到这帮的人, 可能我们会觉得, 有时, 需要不需要那么执着呢? 但是现实生活的里面, 我们的人生, 就好像这一帮在葡萄园打工的人一样, 可能有人是信主信得久一点, 就好像六点钟就开始, 在园的里面去服侍神, 去相信他, 去跟随他, 有些是九点钟才加入的, 有些是十二点才加入的, 有些是五点钟才加入的, 到今时今日, 我都有听过, 不是一个未信耶稣的人, 而是一个信了耶稣的人, 但是他因为, 他生气, 我明白的, 他就是见到有一些的人, 哇, 他那么衰, 但是他最后信了主, 那是不是真的得救了他, 他就问我, 那我就想着一会, 我应该怎么回答你呢? 但的确是, 有时我们人在神的里面, 我们会觉得, 哇, 我做了这么多, 我信了这么久, 我所经历的东西, 和这个刚刚信的, 或者信了一段, 比我少, 他付出比我少, 但为什么他得到的东西, 比我多的呢? 有时我们就会在心里面, 我们就会问, 神啊, 我为你所做的这些东西, 我生活至今, 我今天人生里面的经历的总和, 到今天, 我所拥有的东西, 我可以得到的东西, 为什么他可以得到一些, 假设是我得到, 应该更比他快得到的吗? 我做了这么多, 武功都有劳, 在这个的比喻的里面, 其实耶稣呢, 不是去到, 去和我们处理一些, 劳之糾纷, 甚至耶稣不是在说一个, 如何为之, 一个公平合理的, 公知的一个制度, 耶稣不是在说的这些东西, 耶稣在说的什么呢? 耶稣在说的一件事, 就是说原来, 我们的神, 就好像这个主人那样, 他赏赐, 他给人有这个赏赐, 那个的准则, 是怎样的? 在最后那一节里面, 你看到耶稣在最后, 他说, 那些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这段圣经呢, 这一节的圣经, 我不知道你一路以来的理解, 是怎样理解这里, 其实这一句, 最后这一句呢, 就已经是整个比喻里面的精神来的, 那精神是什么呢? 那精神就是说, 原来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 我们每一个人和神之间, 不是一张合约来的, 神并不是好像一张合约, 照着合约里面, 白底黑字的要求, 来到这样去, 好机械式的, 来到是去, 去和我们有一个交易, 来到去, 和他有一个这样的关系, 其实我们和神之间, 神, 他赏赐给我们人, 他给我们人, 是超过我们应得的, 耶稣他说, 那些在前的章要在后, 在后的章要在前,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我们看回这个上文下里, 意思就是说, 原来神那个上次的准则, 和我们人与人之间, 或者我们的社会, 在我们的经济社会的里面, 我们那种的论功行赏, 那个的准则是不同的, 神不是去按我们人的优越, 或者我们有的天赋财干, 或者是说你做得多几多, 来到去将恩典给我们人, 神去将, 是神去赏赐给人, 是这一件事, 是因为基于他的良善, 基于他的美善, 基于他的怜悯, 基于他的恩典, 可以说其实在这一帮主人, 和这一帮的员工, 这一个的关系, 这一个的, 就是去赏赐他们, 给他们有人工这一件事, 其实那个主题是没错的, 是讲公义, 是讲公义, 但是你说不是的, 明明大小超, 五点钟那个一日人工, 六点钟超早天王公起身, 那个都是一日人工, 你说这样叫公义? 是这样叫公义, 因为原来公义, 在犹太人他们的字典里面, 在他们原本的字, 是还有怜悯的意思, 是还有恩典的意思, 不单止只是说, 按人他应得的一份去给他, 原来公义那个字, 是有慈善的意思的, 就是说原来上帝, 他是愿意去将他的恩典, 是毫无条件的, 给每一个的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神, 完全的爱, 完全的恩典, 所以我们说, 原来在这个比喻的里面, 我们知道一件事, 原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 神对我们自己, 他不是按着我们人, 就是人为之间那种的, 就是你多劳多得, 做得多就比多一点, 反过来他一开始, 他就将最大最好的恩典, 最正的东西, 去给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你是九点钟, 就已经是埋位, 信主的了, 还是你尽尾黄昏的时候, 五点钟才加入, 神的恩典是一样的, 而耶稣他说, 在前的章要在后, 在后的章要在前, 其实在之前那个的, 我刚才说的耶稣, 跟这两组的人来去聊天, 也都是得出一个, 很重要的结论, 其实昔日这个的财主, 他又守着全律法, 他也可以说, 他年少的时候, 已经是很有成就的一个人, 他不是应该是, 在前的一帮人来的吗? 他应该就是更加, 是有那个福分, 但正正就是, 当他跟耶稣的一直话的里面, 耶稣知道他生命里面, 生命层次里面, 有一个最真正的问题, 没处理, 就是原来他有些的东西, 他还没放下, 那些还没放下, 就是他的财富实在太多, 所以令到他, 原来因为这些财富, 而令到这个人, 他拒绝了永生的主, 他拒绝了永生上帝, 给他的赏赐, 但是反过来比特, 比特是什么的角色? 他是什么的, 如果你说, 真是用一个人的经验, 的资历的架构来说, 他是一个渔夫, 他没有什么的才学, 但是他跟随了耶稣, 比特在社会里面, 不是应该是那些在后的人吗? 但是他竟然在主的里面, 他放下了一切, 去跟耶稣, 他变成是在前, 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重点其实不是说先后, 重点就是说, 其实神是愿意, 由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是将完全的恩典给我们, 就正如那个天空光去打工的, 已经有一定的银, 到五点钟来打工的, 都是给他一定的银,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赏赐的准则, 神对我们恩待我们的一个准则, 而到最后, 当我们去看的时候, 其实这个比喻, 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这个比喻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今天当我们讲到神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会很自然地, 哇, 神对我的恩典很大, 神如何在我的健康的上面, 在我的工作的上面, 或者在我的生活的上面, 在我的家庭的上面, 如何去恩待我, 如何去保守我, 帮助我, 当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生命里面, 哇, 有那种的, 真是超出我所想所求, 超出了我所应该, 要去所配得拥有的一切恩典的时候, 我领受会觉得很容易, 我会觉得很感恩, 但是那个试金石在哪里呢? 那个试金石就是, 如果我们从这班的员工, 他们的里面, 那个五点钟, 他肯定是最开心的, 哇, 真的, 我五点钟才来, 我都有一天的人工, 但是那个九点钟的, 那个十二点钟的, 那个天蒙光的, 他见到他就很不老皮, 他就觉得, 哇, 有什么理由, 他这样, 有什么这么不公平, 有什么理由, 但是主人他说, 我们讲好了的, 是一定的银, 我一点都没有亏欠过, 其实用回我们今天, 我们的心态, 我们会不会有时, 神给我有恩典, 我会很恩然的接受, 但是当神, 他给我身边一个, 可能我甚至我觉得, 一个更小的弟兄, 但是他拥有的恩典, 哇, 我信这么久, 他都好像没试过, 的时候, 我会不会眼红呢, 我会不会眼红, 上帝的良善, 其实我们看回这一道, 当我们可能, 我们都会觉得, 哇, 很抱不平, 就是, 真的惨一点, 做十二个钟就是这样, 那个, 尤其一个钟的就是这样, 但是其实神, 刚才我说, 公义呢, 是包括怜悯, 其实神怜悯的眼睛, 他看到的, 可能跟我们所看到的, 有一些的不同, 神看到的是什么呢, 可能你说, 哇, 那个天空光的就要做, 九点钟的, 十二点钟的, 到五点钟那个, 他发达了, 他, 是不是, 就是他做了一个钟头, 就有这么多, 是等于这帮人的, 一日里面的牢独, 或者是半日里面的牢独, 他现在小小, 就是做多少呢, 一个钟头, 都日落了, 有什么, 他们都收了, 你还有什么收, 可能就是再这样想, 但是不是啊, 原来, 当我们去看回这帮的工人, 主人他每一次去出去的时候, 他们没有人找他做事, 他们没有被需要, 他们是被拒绝的一帮人, 而当你一路去看的时候, 九点钟, 有人做选, 十二点钟我都有人选, 三点钟都有人选, 到五点钟的时候, 那帮人, 你知道他会怎么想, 以前跟人家去玩些比赛, 拆包线打, 拆到最后那个是什么, 拆垃圾嘛, 没人喜欢的, 拆完之后, 喂, 你啊, 你要啊, 就是逼着, 你输了, 要你要啊, 我做过垃圾的, 就是那些拆垃圾, 那种感受其实, 没有人请我们, 圣经里面, 他说, 主人, 是啊, 到五点钟主人再出去, 为什么不做事, 还在那里说, 是啊, 因为我们没有被需要, 我们没有人请我做事,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 主人是动了联敏的心, 其实今天神也是一样,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份很独特的联敏的心, 其实我们人生里面, 所经历的东西, 都是在神的掌管里面, 在神的计算里面, 但当我们去, 每日去生活的时候, 会不会我们当一路去走下去, 当一路去信得很久的时候, 我们开始跟神来去计教, 或者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们侍奉的时候, 又或者在我们的工作的时候, 或者在我们家庭面对不同的难处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跟神去所谓的翻旧帐, 甚至我们会可能不抵得身边的人, 他们一些的, 好像比我们更加好的条件, 更加好的待遇, 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些东西, 来埋怨我们的神, 耶稣他在这个比喻的里面, 也都包括了, 他和无论那个年轻的财主, 无论是和门徒的一直说, 他的总结就是, 那些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的确确, 原来在神的恩典的里面, 我们都会可以是, 在神这个良善的里面, 我们会有软弱的, 所以无可否认, 照那个字面的时候, 有时真的好像是这样, 当我们信得久的时候, 和神的计较是多了, 我们看身边的人, 他所得的东西是敏感了, 甚至觉得我都没有得到他所得到的东西, 慢慢变成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明明是最先得到福分, 但到最后是被淘汰了, 他不愿意再在神这个恩典, 在神这个标准里面去生活, 大约11月, 刚才我们都知道, 我们是有一些感恩奉献, 11月就是一个的, 很多的地方都是去庆祝感恩节的时间, 我以前在神学院里面, 我们的感恩节就是11月1号, 刚刚就是之前一天, 万圣节之后那天, 11月在我们的感恩节里面, 或者在我们每一天, 无论你在教会里面你去奉献, 你每天你生活里面, 你去为神去摆上自己的时候, 我们对神有没有一个真正感恩的心, 当我们对神有感恩的心的时候, 且慢再看一样东西, 我们怎样可以看到我们对神有一个真正感恩的心, 就是当我们见到身边的人, 可能他拥有的祭遇, 他拥有的福气, 我们觉得是比我们自己多的时候, 我们愿不愿意仍然是去跟随我们的神, 仍然是去为祂来去摆上, 为祂来去奉献, 在前的章要在后, 在后的章要在前, 但我们每一个, 无论你是前面加入的, 还是后面才信主的, 我们大家都在神的恩典里面去生活, 我们不去看其他的东西, 我们也不去比较,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只是服侍我们的神, 人生里面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决定, 都是为了这个的神, 而不是有其他的利害, 其他的益处, 其他的比较, 神完全没有保留的, 来到是去将他的救恩, 去给我们每一个, 而今天, 我们愿不愿意都没有保留, 无论我们身边的人的祭遇, 跟我们多不同, 多好或者多差都好, 我们愿不愿意, 只是因为单单仰望我们的神, 我们就为他开开心心的, 去侍奉, 去生活, 去过我们每一日, 去荣耀他, 去, 也都将神的恩典, 去传给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不论识, 不可以计较, 我们一起去祈祷, 亲爱的主, 我们多谢你, 在这个葡萄园的比喻里面, 我们看见, 你无私, 你的无条件的恩典, 还有你对每一个人, 都是这么看顾, 都是这么细心, 还有我们, 在你的里面, 我们认识你的时间都不同, 但神啊, 你的恩典, 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们, 我们都知道, 你从来都没有虑待我们, 也都不会虑待我们, 祝我们, 祂为祝我们每一个, 我们来到感恩, 因为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可能我们有不同的经验, 不同的经历, 有开心的时候, 有失落的时候, 但是神啊, 我们去为这一班的弟兄姊妹, 来到献上赞美, 因为他们仍然的, 是爱你的缘故, 祂跟从你, 祂来到去, 去成为你的儿女, 去一生的, 去, 走在神你的里面, 主要我们也都去继续, 为我们每一个, 我们的生命来对祈祷, 为我们自己来对祈祷, 神啊, 我们去, 知道你有, 很多很多的恩典, 你所赐给我们, 是超过我们所相所求, 也都是我们不配得到的恩典, 但主要我们, 去, 在我们每日去生活的时候, 都愿意, 我们, 今天的我, 和昔日我们, 初初认识你的时候, 那个的心态, 是不变的, 都是一样的感恩, 都是一样的, 觉得自己不配, 主要我们愿意, 就带着这种的心, 来到去, 继续的过我们每日的生活, 亦都是将荣耀重赞, 去归给你, 主要我们很多谢你, 听到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跟着呢, 建伴小组会, 和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恩典太美丽》, 又我们一同他站立, 去用一个感恩的心, 去数据神的恩典, 《恩典太美丽》, 《恩典太美丽》, 祂以圣明来使我健全, 来使我两眼重见光线, 这知同罪于主教会, 来宿舍我主恩典, 祂是盼望重生的全愿, 还给我勇气, 面对挑战, 让天太美丽, 无什麽可取堤, 为求将心全然吸住, 留张献主爱多珍贵 忠心爱护神 倾心倾意爱别人 才觉生命没有枉费 这知幸福于主脚前 留心停我主猜献 参信这日劳苦不讨厌 神终会自我永美观念 忠心去赞众神极重的恩惠 然我一生全阳福音 来证实主我何宝贵 静观看道歉 主的藏家在面前 表阔收成没法估计 终于是未不惜一切来回应 能是否你是最算贵 我们一起接受神给我们的祝福 愿主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主以慈爱代你 赐恩给你 愿主看顾你 赐你平安 阿门 让你我最神家旅 将天真心不求退 互面分担 泡海忧泪 也送走疲累 愿与你 明日沉沉你 立志根基督 无理 共你分向 主人滋味 这我心中忌 让你上基督的爱 奉献世间到未来 为首冲海赫金 避爱 我一乘 主人高着 愿意此生去传扬 为愿 愿愿一去做天长 让将基督的爱传扬出去 奉献 奉献世间到未来 为首冲海赫金 我一同悲改 我一乘 主人高着 愿意此生去传扬 为愿 愿意日起作天长 好 各位请坐 多谢我们的主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令到我们可以 抛开忧虑 送走疲累 带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